大家好 欢迎来到威廉号科普小天地 这是一个您我都需要科普新认知的频道 有些人一生都在为了钱而努力奋斗 但有些人却能轻松达成财富自由 为什么 这不仅与他们的背景 教育和工作有关 还与他们的心态有关 我们利用一些时间一起探讨在这个影片中 富人和穷人的心态差异 并学习如何拥有富人心态的使用技巧 在这同时 若您喜欢这类的主题影片 麻烦请订阅威廉号科普小天地 以及开启小铃铛和按赞 我们会不定期地更新及推出新的影片 富人和穷人的心态差异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 以下是一些明显的区别 1.财富观念 富人看待财富的方式不同于穷人 富人认为金钱是一种工具 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他们会把钱花在能增加收益的事情上 例如投资 教育 创业等 而穷人认为金钱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只用于满足基本需要 如食物 住所 交通等 他们把每一分钱都当作是减少负债的机会 很少会考虑如何增加收入 2.投资意识 富人比穷人更注重投资 他们知道投资是获得财富的重要手段 他们会把闲置的资金投入各种风险投资中 为未来赚取更多的财富 而穷人往往没有投资的意识 他们更倾向于把钱存入银行 即使收益微薄 也觉得比放在风险投资中更稳妥 3.积极思维 富人倾向于积极思考 寻找机会 挑战自己 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决策 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未来 而穷人往往缺乏自信心 容易抱怨现状 无法积极面对挑战 他们经常把失败归咎于外在环境或命运 缺乏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4.学习态度 富人对学习持开放态度 愿意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 他们明白持续学习是成功的关键之一 能帮助他们不断进步和成长 而穷人往往对学习缺乏兴趣和动力 认为学历不重要或者无法承担学习成本 他们忽视了学习对于个人发展和职业机会的重要性 5.负责任态度 富人注重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们明白自己的选择和决策 对生活和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而穷人往往缺乏责任感 抱怨环境和他人的责任 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和行动对自己和他人的影响 这些心态差异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思维方式 当然人的思维方式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 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下面是一些学习如何拥有富人心态的技巧 1.学习投资 富人从不让钱闲置不用 他们学习投资 把钱放在风险投资中 为自己的财富增值 你可以从书籍 文章和课程中学习投资知识和技能 了解各种风险和报酬率 学会分散风险和投资组合管理 2.赋予自己正向思考 富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抉择 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你可以透过思考和反思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学会正向思考 让自己充满信心和动力 不断挑战自己 开拓自己的潜力 3.投资自己的教育和职业发展 富人注重自己的教育和职业发展 他们愿意花时间和金钱 学习新知识和技能 提高自己的价值和竞争力 你可以选择参加课程 培训或者自学 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水平 增加自己的职业机会和薪酬 4.负责任对待自己的行为和决策 每个人的行为和决策都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影响 富人明白这一点 愿意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负责 你可以学习自我反省和反思 审视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是否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和长期目标 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和决策 树立长期目标和规划 富人注重长期目标和规划 他们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方向 你可以学习制定长期目标和计划 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 设定可实现的小目标 并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计划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总之拥有富人心态需要学习和培养 它是一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体现 通过学习投资 赋予自己正向思考 投资自己的教育和职业发展 负责任对待自己的行为和决策 树立长期目标和规划等技巧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富人心态 实现自己的生活和事业目标 好了 本次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次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了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愿获取更多有趣的科学知识和教育内容 我们将会不定期推出新的科普认知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看 这里是威廉号科普小天地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